阅读,启迪智慧,分享,丰富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陆庚研究所 今天我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和服御衣 这件印有菊花图案的Yukata 是我的好朋友蓬蓬五年前帮我买来的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合适的机会穿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穿着这件与主题交相辉映的御衣 来给大家分享 由美国人类学家路斯·本尼迪克特所著的《执语刀》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按赞订阅 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分享的下一本书了 《执语刀》是1944年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 为了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报告 当时美国和日本人还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 日本是一个令美国费解的国家 他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让美国军方感到不知所措 于是这部研究日本文化的人类全民族制 因缘而生 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指出 日本是一个矛盾的民族 如同日本最具有特征的两种事物 菲花与刀那样 皮是日本皇室的家徽 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日本是一个左手菊花右手刀的民族 日本人皮具有侵略性又为人和善 既爱好使用武力又对美好的事物爱不失守 既蛮后无理又讲究文明 既生活呆板又有很强的适应生活的能力 既对别人顺从又不甘心被别人支配 皮具有高度的忠诚 但又同时轻而易举的悲心弃义 于是既勇敢无畏又胆怯懦弱 既保守固执 同时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 诸如此类的矛盾 用极度对立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而这些极度对立 却超乎想象地达到了高度奇妙的统一 本书从本分 报恩 情意 人情 名誉等各个方面 描绘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 或许这些抽象的词汇 很难让人一下子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那么在本书中 有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觉得十分有趣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试想当你走在大街上 不瞧你的帽子被风刮走了 有人帮你剪了起来 这时候你会对这个人说些什么呢 如果是一个美国人 或许他会简单地说一句 thank you来表达感谢吧 但是倘若是个日本人 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也许是 非常感谢您 答案是这样子吗 正确的答案是 这个日本人更有可能会说 非常抱歉 给您添麻烦了 这是因为 别人帮你捡回了帽子 出于礼貌 你要表达自己在接受帽子时 内心的不安 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给我提供了帮助 给予了我恩惠 我却没有办法回报 因此我感到内疚 所以我只好一直道歉 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的内心好受一些 这就是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这本书比较了 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 替代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差异 美国人信仰自由平等 日本人则相信秩序和等级 指导美国人行为哲学的 是基督教文化下 对于罪恶感的恐惧 而指导日本人生活的 则来自于他人的评价 即对于耻辱感的恐惧 要理解这种耻辱感 就必须从日本人 教育小孩的方式说起 父辈将对于生活的态度 传递给下一代 建立起整体日本国民 为人处世的形式风格 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 一生的生活轨迹 描述为一个巨大的U字形 也就是说 孩子和老人能够享受到 最为随心所欲的自由 日本人认为 小孩子是不支持的 所以他们才是最自由 最幸福的 而孩子幼儿期过后 对他的约束也会逐渐加强 一直到他结婚前后 这种自由才到最低线 该最低线贯穿日本人整个壮年 并往后再持续多年 其后该持续线重新上升 到60岁后 他们又像小孩子一样 不再为耻辱而烦恼 该曲线在美国是倒过来的 美国人对幼儿期的教育十分严厉 他们从一开始就让婴儿明白 他们渺小的愿望 在这个世界上并非至高无上 对于何时喂奶 何时睡觉 都有严格的时间 无论孩子怎样哭闹都不会改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教育会逐步变得宽松 在他们自食其力开始工作 结婚生子时 就可不必受到任何约束了 美国人的壮年期 是人自由和自主的巅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当他们精力逐渐开始衰退 而成为受人照顾的老人时 约束又再次出现 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活模式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但他们的人生安排 事实上都是为了确保 每个人能在人生的鼎盛时期 尽量多地融入该国的文化 如上所述 日本人在子女幼儿期 便把持感文化带入到 对儿童的教养之中 例如母亲常常苦恼地对男孩说 你不是小女孩 你是一个小男子汉 或者你看那个小孩就不哭 要是家里来了客人 孩子哭闹不停 母亲就会对来客说 请你带走这个孩子好吗 我们家已经不想再要他了 客人也会扮演起角色 做出要将孩子带离的架势 这时孩子就会发疯地尖叫 向母亲求助 当这种教育尖叫时 母亲就会让孩子保证听话 日本人对于嘲笑与嫌弃的恐惧心 就来自于这种教育的土壤 大家没办法弄清 孩子几岁时才能分辨哪些是玩笑 哪些是嘲弄 可他们迟早会懂 当孩子成年后 受到他人的嘲讽 童年的那种恐惧 就会闪现在眼前 在日本 一个人得到本集团支持的前提 是必须先得到其他集团的认可 如果局外人反对或谴责他 那么本集团也会反对或责罚他 于是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就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父母向孩子开玩笑时的威胁说要丢掉他 这就是被世人遗弃 这种感触深深地在孩子脑海中留下烙印 他们宁可遭受暴力 也不愿被同伴排斥 在日本人们并非在善与恶之间做选择 而是在世人期望的人和世人失望的人之间做选择 为了迎合世人的期望 他们甘愿舍弃自己的个人需求 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支持辱和受尊敬的人 只有这些人才能为家庭为村落为国家增光 日本人喜欢用刀比喻自己 而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 自己身上的秀要自己负责擦拭干净 在日本文化的解释中 刀并不象征着攻击性 而象征着自我负责 日本人也善于寻找自然中的乐趣 他们赏音 赏菊 赏乐 赏书雪 听宠名 写牌剧 插花 品名 装点花园 日本是一个内心极度不安 又似乎只有攻击性的民族 然而当他们沉浸于生活时 也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快乐 这就是直语刀 尽管本尼迪科特因为战争的原因 当时从来没有到过日本 却如此生动而确切地描绘了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风貌 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在下一期节目中 我将会与大家分享 台湾作家林亦涵的截笔制作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敬请期待